好,再來介紹用形式力來做Layout 在這邊加按下去之後呢 選形式力這個DOWN DOWN完之後呢,我們一樣的在這邊 在一個點點這邊去選 選它的POPITY,就是項目 好,點進去,我們可以把全部選擇 或者需要的部分 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,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形式力上面 就可以發現我們借用的人到底是誰 日期在什麼時候這樣子